我们有个界面啦 本期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 Shopee的菲律宾这个市场 然后呢要讲到直通车的精准词 前十给大家播报一下 在菲律宾Shopee市场前十的这个直通车精准词 然后那个分数最高的是哪些词 那本期视频的是由UO派出海给大家准备的 电霸Shopee的市场分析 我是主播Lisa 大家如果想要通过这个软件去抓取数据的话 在我们的视频下方有这个电霸Shopee的这个链接 你们可以点进去试用看看啊 看一下能不能去找到你们想要的这个数据分析哈 那本期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要讲菲律宾呢 因为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好几个站点了 这个直通车的精选词啊 能给到大家的一个信息 就是像我们在上新产品的时候打广告 然后这个直通车的精选词如何去投多少钱去投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因为如果假设你的这个广告打的这个精准度比较高的话呢 就能让你比较省钱 然后呢这个投放的效果也会比较好哈 但是如果假设你就是不会投广告 你只会就是给他系统自动推荐的话 那钱会烧得很快 而且效果还不见得会好哈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技术的技术活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干的干货哈 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一起学习 那如果你也有朋友是做Shopee菲律宾市场的话 可以把我们本条视频推荐转发给他哈 让他一起过来学习看看 那我们呢今天会说top10的10个关键词会给到大家啊 这个分数排行的话呢 我们是按照好几个维度来排的 就是30天的市场 Shopee的市场搜索量 还有就是这个平均出价和广告的数量一起结合的去打分哈 分数越高呢证明说这个关键词的竞争就越 呃越有优势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菲律宾市场哈 都有一些什么词来做这个直通车精准关键词哈 呃排行第一的呢叫做 呃像菲律宾语如果Lisa读不出来的话就没有办法读哈 像英语的话我会给你们去呃读出来 Curtain Sales for Window哈 这个的话是那个窗帘 呃看一下具体是不是那个遮光的那个窗帘 如果是那个家居用品的话前面我搜索在那个家居用品 那个遮厨房下面的那个呃小帘子 呃他他会有一个热卖的一个品类 但是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蓝海词哈 呃这个直通车的这个关键词排行第一的 30天搜索量很多啊11万啊就搜这个关键词收了11万次哈 平均出价的话是5.66啊菲律宾币哈比锁 那我们自己去折化折算一下看一下是多少人民币好吗 呃一般来说Lisa对于这个比锁的折换的话也不是很 算的也不是很过来哦 一般都是开那个呃百度然后去用货币转换汇率去算的 那这个我们只是念非就是菲律宾比锁啊念出来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自己去换成人民币搜搜看就好了 你看这个就是Lisa说的前面在菲律宾热卖的那个窗帘哈 呃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遮光帘就放在那个 嗯就是这个是真正的窗帘了但是放在那个厨房 他不是有个柜子吗之前有搜到那个热搜 就是如果你在那柜子上拉一条那个帘子 就可以在下面放杂物啊然后就不太呃就会比较美观一点 呃这个的话呢就是真正的窗帘哈 但是他是基本上是碎花的从这里呢 大家就能看得到菲律宾市场的一个特点啦 热卖的都是花花绿绿的这种哈 呃这种如果在我们国内的话就感觉不上档次哈 大家里面装修的话基本上不会用这样的一个窗帘 但是菲律宾市场的Shopee市场啊我们看到 你看30天销量卖了2万多几千的这些全是花花绿绿的啊 什么小蝴蝶啊这种啊还有这个卡通的呀都有哈 这是窗帘好排行第二的关键词呢叫personal care 私人护理哈个人护理这个呢洗护用品会比较多一点 看一下具体是什么产品哈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呃这个关键词的话呢 三万五千多次的搜索啊在菲律宾市场也是非常多的搜索量了啊 哎分错了分错了 搜索量也是很高的因为嗯正常的话我们之前在那个马来西亚市场啊 看到单个关键词的搜索量基本就是几千上万都不不太有哈 特别新加坡市场就很小 但是在菲律宾市场和之前做的一期越南市场来看的话 那个搜索量就很大十几万二十几万的搜索量 证明说这两个市场的用户啊在chopee这里就快速的增长哈 所以他们的这个搜索的这个需求就特别的高 所以在这个搜索量上面的这个数量我们得到了这个数据就很高哈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personal care是什么主要是口罩为主啊 当然还有就各种去黑头的产品啊 还有那个洗护用品啊都有 这种是属于healthy类的还有beauty类的啊 呃属于这个呃个人健康护理的话呢分类比较不明确哈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关键词并不是分类的关键词 它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性能的关键词哈 呃卖的多的话口罩哈那不用说了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东南亚的话口罩都是很热销的啊 就跟去年2020年中国国内一样口罩短缺的时候网上口罩都是很热销的啦 啊剩下的话呢会有一些身体的用品 比如说发膜啊去黑头的那个黑头膏啊啊会比较多 这个叫个人护理啊OK排行第二排行第三呢是man's shoes 男鞋啊男鞋是排行第三的30天搜索量67000多很高啊 呃出价呢出到了3.48比锁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多少钱人民币啊自己换算一下 这个是排行number three第三名的排行第四名的是iPhone 11的Pro Max case 这个是保护膜的意思啊我们可以就点进去看一下啊 呃如果就是出的比较出来的比较慢一点的话 大家可以耐心等一下我们会开一下图片 让大家去看一下具体的这个产品 啊是什么产品哈 呃你看这个男鞋的话基本是运动鞋为主啦 在菲律宾市场的话还有就是脱鞋动动鞋哈 都是很热销的30天的销量呢卖大几千件挺多的啊 呃之前呢就是如果大就是做菲律宾市场的话 其实po英文目前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会菲律宾语的话呢那就是一个呃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对不对 因为本地人他们在除了搜英语以外也会搜菲律宾语哈 那这个产品的话目前我们看到的前几的关键词都是英文为主啊 英文为主那大家在做菲律宾市场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思维哈 做英文的话大家只要有市场只要有需求 呃就会就会有这个销量哈 呃因为就是用户有需求嘛他就会去买价格又合适的话就会比较促进成交哈 你看iphone的case就是手机壳的意思啊这个就会比较卖的比较多日常消耗品了啊 还有手机膜也会蹭这个关键热词看到了吗 对就蹭关键词啊其实case的意思是呃手机壳的意思啊 但是他就那个手机膜他也会蹭热量啊 ok排行第1234排行第5的是laptopstandard呃笔记本散热架啊 笔记本散热架这个是属于3C周边的呃之前的话呢 在泰国有有做过热卖的产品lisa做直播的时候 还有播过这个产品给厂家有播过这个产品哈 嗯大家可以去就是去看一下 那在泰国的话现在这个产品卖的不太好哈 但是在菲律宾市场居然呃越搜索是14万多天啊 那如果之前有泰国囤痛的那些朋友啊 就我可能会建议你们30天来转进菲律宾市场来做这个产品哈 因为呃菲律宾市场的这个产品搜索量很大14万多 但在泰国市场目前这个产品卖的不太好啊 不太卖的动哈 所以要看呃市场的消费者的需求来决定 出价呢出到了14.65比锁啊 大家自己看这个直通车广告的投放的价格 如果觉得也合适的话价格能接受的话呢 就投这个关键词啊 那如果觉得价格高了的话你就去寻找新的关键词啊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我们为了获取流量的话都需要 嗯打广告嘛对不对 为了转换客户 好下一个我们看一下排行第第五第六名的是 这个Apple Watch 这个是苹果iWatch的手表的一个壳 可啊我们要分分分分开看一下 这个呢主要是iWatch的这个手表带啊表带 它现在因为表带它有不同的颜色的搭配啊 那在菲律宾市场的话呢 他们在买iWatch的时候想要换表带的话呢 就会在shopee上面去搜搜的比较多啊 呃表带也不同的价格嘛 从40多比锁啊90多比锁100多比锁都有 那看大家的一个就是需求的情况了 这表带目前来说啊就是卖的还不是很 卖的还不是很多 你们如果入场的话大概卖几百个吧 对吧就一个月能卖几百个 就是就你们还有机会入场 但凡那种月销量都上万了呢 那就很难搞了 因为竞争也随之会很多啊 这个竞争的话还是不是很大 然后排行我们直通车 菲律宾站点直通车的排行第六名 排行第七的话 1234567 第七iPhone8的Parse的Case啊 这个我们就不点进去看了 反正就是iPhone8 8Parse的保护套 月搜索是25304 就这个关键词也搜了那么多很多啊 广告出价的话出到11.98比锁 这个很多是那种 iPhone8的话在菲律宾市场还是比较主流的机子啊 像我们国内的经济条件比较好 主流的机子是iPhoneX以上 像现在很多我们的年轻人都买到了 11 12 iPhone12 基本上都换了 那如果像菲律宾市场的话 他们更多的基础都会用在iPhone6到iPhone8左右 iPhone12的话那都是有钱人才能用的啦 基本上国民经济的话 还没有到人手iPhone12啊 所以说iPhone8的这个手机壳排行 这个菲律宾市场的直通车 No.8第八名啊 来第九我们看一下 Home Applicants 这个家居产品啊 家居智能产品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什么智能产品比较多啊 家居应用产品 这个搜索量的话呢 4万多次的搜索很高啊 因为疫情期间的话 东南亚对于家居这个类目的搜索都非常的高啊 这主要的产品是电器类啊 电器类的产品 烧水壶啊 这个打蛋糕的蛋糕器啊 煤气炉啊 烤箱啊 这个是菲律宾市场的这个热销关键词 打广告的关键词啊 这个过碗瓢盆的话 大家自己量力而行啊 有些产品 你看这个就看着挺重的 对不对 但是市场都有需求 而且菲律宾很多是做COD 就是叫道富啊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状况去看吧 来我们继续往下播 1 2 3 4 5 6 7 8 9 第九的叫Vivo Y11 case 步步高Y11这个款式的保护壳 排在了第九名 哇 越搜索搜到了9万5千多 这么多啊 跟iPhone其实相比的话 比iPhone8的搜索还高 iPhone11的搜索更都没有 都没有这个Vivo 步步高Vivo的这个 这个这个保护套搜索的多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我们国产的手机品牌啊 在在东南亚的话 还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他们毕竟没有办法 说大家都用iPhone嘛 iPhone毕竟太贵了 这个手机啊 不要说新款的了 就是稍微你iPhoneX的话 折回人民币 现在在二手市场 不是二手市场 新手机也要四五千人民币吧 二手市场的话 也要两三千啊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消费还远不及中国的量级啊 那这个Vivo的话 价格就会比较亲民啊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了 反正就是 这个款式的 好 来播一下第十个 是T-shirt for men 男士的T-shirt啊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是素色的T-shirt多 还是有花的T-shirt多 看一下菲律宾市场的用户 对于这个T-shirt的图案 还有颜色 有没有什么偏好 我们从卖的高的看啊 哇 月搜索十四万五千六百四十次 非常的高 月搜索十几万的啊 但是这个T-shirt呢 一直都属于服装类的大类来的 我们去投广告的话呢 你们自己看看啊 广告竞价 两块三毛一的比锁啊 觉得还能投的你就投 你觉得竞争大 然后不太好去操作的话 你可以换一个品类 因为T-shirt一直来说的话 都是竞争比较多的 的的的的的一个品类 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啊 前十已经给大家播报完了 十一是A到A到Toys 成人玩具 哇 这个不是十八禁吧 我们也来看一下啊 这玩具是什么样的一个玩具 给大家播一下十一 十一名啊 这个 不过也很正常 像如果市场有需求的话 像之前播那个印度尼西亚啊 哦 这个成人玩具 还真的是我们认为的那种成人玩具啊 我以为是玩具车那种啊 哇 还真的是十八禁啊 这个能播吗 不能播 我们就过了啊 图片就不好去 去给大家看 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了 好吗 菲律宾市场有需求啊 A到Toys 嗯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个热词了 排行十一名 好不好 好了 那我们前十已经给大家播报完了 来总结一下啊 菲律 菲律宾市场的特色的话 主要是集中在手机壳 手机壳的话呢 iPhone的 还有Vivo的 基本上前十有四个是手机壳啊 就是那个手机保护套啊 大家自己看了那个热门关键词啊 去去看这个产品的分布 那第二的话呢 是呃 衣服类的会比较多啊 呃 T恤啊 还有那个 衣服也还好啊 Man shoes啊 呃 蓝鞋 还有那个窗帘 Curtain 呃 窗帘啊 也也是属于 反正就是服装部类的嘛 我们就归类 大概归一归啊 基本上两大类比较多啊 第一是手机壳 第二个就是那种服装周边的啊 然后剩下的就零零散散啦 就是呃 什么嗯 笔记本支架呀 然后那个iPhone watch的手表带呀 还有就是那个呃 小家电啊 就是煮饭的烧水壶啊 这种啊 那基本上菲律宾市场的这个特点就集中在这里 那这期大家如果看了我们这个播报的话呢 你们可以有一些思路啊 去整合一下 如果你也是做菲律宾市场的话呢 根据30天的这个月的一个需求 来调整你的这个广告直通车精准词的一个投放 然后呢 去调整一下 那总体来说的话呢 Lisa会推荐你们就是用电霸Shopee这款软件啊 在我们的视频下方 你们可以点击一下 电霸Shopee的这个官网啊 去点击去里面试用看看 它是有免费的试用期的 这个不耽误哈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找一下你们想要的数据 因为Lisa相信说我播的前十里面啊 可能覆盖的范围还没有这么的广 可能大家就是说 你做的这个行业内幕 我还没有去念到的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哈 那在视频结束之前呢 Lisa呢 会要向你们就是安利一下 我们UOPI出海的官网啊 我们的官网网址是 YOOPA.com UOPI哈 这个呢 Lisa也有参与去做的 这个网页啊 也做的比较辛苦 那我们其实主要的目的呢 是想让大家更方便哈 给我们做这个跨境出海的朋友 一个 你收藏我们的网址的话 收藏一个 你就可以去 有这么多的分类 你不用去做 其实这么多的网址 假设你有需求呢 你收藏二三十个 你的那个收藏 夹一个这么长的 你就很占地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在做一个 就给大家方便的一个网站 去你们点击 像我们如果做 刚刚说 Shopee 菲律宾 对吧 好 我们UOPI出海 这里有一个 菲律宾的官方的入口 那你点进去的话呢 就直接进到了 菲律宾的卖家中心 哎 这个怎么回事 是我的网络问题吗 菲律宾 Account Site In 看一下其他的 还有没有问题 泰国的刚刚点 是没有问题的 就给大家去安利一下 如果你们就是觉得也比较方便的话呢 你就可以就是反正做一个导航搜索吧 那本期视频的话呢 Lisa就播到这里啊 那如果有帮助到大家的话 我也非常的荣幸 It's my pleasure 然后呢 如果大家还有朋友在做菲律宾市场的话 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和转发出去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好 那在下期的话呢 提前预告一下 我们就会讲到最后一个市场了 巴西市场的这个直通车精选词的分析 那希望如果有想要做巴西市场的朋友 现在巴西市场做的人还比较少啊 那有预备要做这个市场的朋友的话 请就是关注一下我们 Newopi出海下节课的话去收听啊 我们的下一节课 这个赚不出来泰国的 不管它啦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咯 拜拜 本期我们就讲到这里啦